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随着NBA季后赛进入佳境 纷纷来到激烈的天王山之战时 常规赛各大奖项也是争先恐后的出路 MVP、TPOY、MIP、最佳第六人、最佳防守阵容、最佳阵容都已经全部揭晓 而在最近NBA官方也是揭晓了常规赛最后一个奖项 那就是最佳新秀 这也是状元狼、爱德华兹和炭花狼三球之间的对决 众所周知 2020年的选秀大会被大多数球评和媒体认为是缺乏顶级天赋球员的选秀小年 但是在这一届选游大会上 也是有着三名备受瞩目的新星 也就是状元爱德华兹、榜眼怀斯曼与炭花三球 可是他们三人也都存在着球技或者定位方面的缺陷 让人认为很难兑现天赋 尤其是三球 但是在进入联盟后 三球确实逆风成长 用优异的表现证明自己 先是在初登赛场的时候 展现了自己优异的传球天赋 和与生俱来的球场空间感 并且在被质疑的外线投射上也是表现不俗 有着37.5%的三分命中率 而后在担任首发后 他的表现更上一层楼 场均可以得到15.9分 5.9篮板 6.1助攻 三分命中率更是超过四成 而且他依托着自己顶尖的控球能力和突破技巧 成为了NBA最年轻的三双球员 同时也帮助球队打出了良好的成绩 一度排在东部前六 这也让他连续三个月荣获东区最佳新秀 可以说只要他继续保持下去 那么最佳新秀的称号一定属于他 但是他很不幸的受伤了 右手腕骨折的伤势让他直接伤停休养 这也给了其他竞争者迎头追赶的机会 也就是给到了壮元郎爱德华兹迎头追赶的机会 他有着出色的身体素质 但却过度依赖票头来作为进攻终结手段 再加上他的外线投篮本就不稳 这就使得他上半赛季的整体投篮命中率仅为37.1% 三分命中率也只有30.2% 可以说这样的表现十分不理想 因此爱德华兹这份表现 让人们认定最佳新秀一定是属于三球了 尤其是在上半赛季 爱德华兹的表现十分惨淡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 他的表现可谓是脱胎换骨 尤其是在全明星赛后 他一共出战了三日场比赛 场均拿下23.7分 5.4篮板 3.2主攻 三项命中率分别为44.7% 35.2% 75.2% 真实命中率55.7% 可以说 他如此出色的表现 也是让他成为最佳新秀的最大热门 而相比于状元狼和炭花秀 怀斯曼的表现却是极其差劲 新秀赛季一共打了39场 合计得到448分 226篮板 26主攻 场均数据为上场21.4分钟 得到11.5分 5.8篮板 0.9所攻 投篮命中率51.9% 三分命中率31.6% 不仅是黄油手 还是人类党柴精华 同时还遭遇了赛季报销 可以说 怀斯曼新秀赛季的表现 完全没有让人们对他抱有过高的期望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最佳新秀的竞争 就在三球和爱德华兹之间展开 虽然在后半段赛程中 爱德华兹还是保持领先 但最终的结局也是不出球隔的意料 三球成功地斩获了最佳新秀的荣誉 根据ESPN的报道 三球成功当选本赛季的最佳新秀 他也因此成为NBA历史上 第三年轻的最佳新秀 其中三球当选时的年龄 为19岁299天 在他之前 只有詹姆斯和多兰特 在更年轻的时候当选最佳新秀 而在评比中 三球也是收获84张第一选票 和15张第二选票 合计收获465分 爱德华兹则是15张第一选票 与75张第二选票 合计309分 比三球少了156分 这完全体现出了 三球的优势当选实至名归 另外 本赛季中途 三球一度手部骨折 遭遇严重伤病 但好在 他迅速从伤病恢复过来 同时保持了出色表现 打了十场比赛 场均贡献15.1分 6.2篮板和6.2助攻 作为一名新秀 能有这样的自我调整能力 显然十分出色 其中 在整个赛季里 三球出展51场 首发31次 场均15.7分 5.9篮板 6.1助攻 和1.6抢断 场均助攻 抢断和在场上 对球队的影响力 都是新秀球员第一 三球不仅个人表现大方一才 他对球队的提升 也是显然一见的 上赛季 黄蜂花了58场比赛 才赢下20胜 而本赛季 球队在前38场 就取得20胜 最终 以33胜 39负 排名东部第十 虽然 在附加赛中 黄蜂布蒂凯尔特人 无缘季后赛 但是三球还是证明了 自己所具备的能量 可以看出 三球新秀赛季的表现 不仅是远胜自己家族的狼左傍尔 放在NBA历史上 都是顶级新秀球员的存在 出色的大局观 广阔的传球视野 天马行空的持球突破 联盟平均水平以上的三分水准 这些都是处于三球的标签 而说到这里 球队一直想谈一下 为什么三球付出后 便能够斩获最佳新秀 相信也会有很多球迷 为爱德华兹抱不平 认为他很有机会当选 但却成了陪跑 原因之一 便是商业价值 我们都知道 NBA是一个商业联盟 对于联盟来说 它的奖项评选 其实都是围绕不开利益关系的 因此 每年的评选 我们总是能够看到 很多知名度较高 或者具备很高 商业价值的球员 而三球的商业价值 显然要高于爱德华兹 毕竟 早在赛季初 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尼 而且 即使爱德华兹 在后半惩罚里 但是 他的关注度和价值 却依旧很低 虽然三球 因伤病也使得 关注度下滑 但是 在他复出后 他的一举一动 仍是被很多人所关注 原因第二 便是战绩 个人数据和球场表现 三球带队的黄蜂 还能够参与到附加赛中 而三球狼 却一直挣扎在 倒车尾的地步 两者的战绩 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而且 在个人数据上 三球的助攻抢断 是新秀排名第一 而爱德华兹 各项数据的排名 虽然也位列前列 但是却不出众 同样的 在球场表现上 三球给球迷带来的 视觉效果和表现 都是更为震撼 虽然三球 在出勤率上有所欠缺 但显然 这并不能成为 真正的阻碍 因此 在这种种情况下 爱德华兹 也只能是成为偏跑 但不管怎么说 球哥还是要恭喜三球 拿到了这个 实至名归的 最佳新秀 当然 爱德华兹也不用气馁 毕竟 往后的路还很长 他还是有着 很大的成长空间 去向更高的奖项 和荣誉追逐 这一届的新秀 还是给了球哥 很多惊喜的 原以为 这届球员稀松平常 折腾不起什么大风浪 但三球和 爱德华兹等人的爆发 还是给了球哥 一定的遐想空间 以上就是本期 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 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 不含糊